鼻咽癌转舌癌案例 前十月份的时候 因为口干舌燥 自我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瘪痒 十一月十五号到原始点 刚来的时候 左耳朵耳鸣按推半个月以后 感觉很舒服 口干也没有了 几年来都没有改善的 再半个月都改善得很好 口腔瘪痒因为 风化疗引起的 这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现在基本改善 也没有什么症状 吃的辣的或喝姜汤 他就不觉得痛 这也算是好了 长站连也十一二年了吧 已经好了 这个脱缸 它自己出来以后 它推回去的话 就感觉比较轻松 无不适感 两腿的膝盖 一直都有这个冒风 发冷 在半个月以后 这个现象已经没有 这个也改善很明显 右腿的膝盖 后面这个弯这里 一直发扬有 大概有十年了 这个也改善得很明显 手脚冰凉就从小就有 但现在已经改善很明显 基本好了 手已经很热 这个体力的话 改善得很明显 以前半个小时到四十万 当时觉得很累 现在可以爬一百层楼梯 一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还有很轻松 吃姜 量开始每天大概是五十克吧 十天以后达到一百克 吃饭的早上每天喝粥 青菜炒辣椒 放姜 中午吃面食以面食为主 晚上吃米饭 按推的包子 每天都按推一次 温敷 头部每天可以达到二十小时以上 唇身温敷达到十个小时以上 体力的话 以前走路四十分钟 就觉得很累 要坐下来休息 现在爬楼梯一百层 不觉得累 一小时也不觉得累 反正每天可以坚持 这个时间和承受楼城 一小时也不觉得累 还是会响 这一小时也不觉得累 那一小时也不觉得累 说的 没想到 这一大时也不觉得累 因为你还没得到 那四十四十分钟 就像一样